法量偏多头骨偏大 该如何剪一款清爽又剪您的短发呢 来一分钟教会你 底区采用U型分区线 离法极限2到3公分 放大圆定出底线长度 完成后左右交叉滑翅去角 滑翅去角剪掉底部杂乱的头发 让整个底部呈现收紧精致的外部线条 斜向前分线减60度左右的堆积层次 采用2靠1 3靠2 4靠3 5靠4的方式向边角延伸 向后提拉的60度内部堆积层次 在收紧底座的同时保留堆积的亮感 同时让底座形成向前的流向 法量偏多的头型 法片一定要分薄片 防止出现顿挫感 侧步点以下直接挂耳后 与后区最长的导线做一刀连接 滑C连接底线后高角度去角 转角位置继续高角度去角 让整个底区保留外部轮廓的同时 大量的拿走法量 让整个接近皮肤的边角更柔和 两侧的方法一致 亮感区斜向前大法片分 小法术低于60度提拉 向前分线向后提拉 整个区域会形成向前流向 60度左右的堆积层次 更适合头骨饱满的顾客 通过大法片小法术 让整个层次过度更均匀 最后一层跟随头皮平行提拉 防止堆积落点出现硬线和顿挫感 两侧的方法一致 侧区继续斜向前分线 大于60度提拉 采用2靠1 3靠2的方式向边角延伸 在裁剪的过程中 只需要和后区的导线做连接 不用和底区连接 大于60度的向前堆积层次 可以避免边角过于厚重 刘海的长度定在内眼角 斜向后分线与头皮平行提拉 每片的切口要与分线平行 根据法量的多少 分3至5片向侧中线延伸 与头皮平行向前提拉的边缘层次 可以让整个刘海和侧区形成强烈的向后流向 两侧的方法一致 动作要凉贯 思路不能乱 这款头骨大 发量多的简林短发 你学会了吗